大家好,我是互动国际的Austin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RGC API for Python 好,那因为是初探哦 所以我们大纲第一章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明 到底什么是RGC API for Python 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什么 那哪些人来适合使用这个API 那再来第二章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一个module GIS module它的架构以及功能 好,那最后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安装我们的环境 并且去建构我们第一个Jupyter Notebook 好,那RGC API for Python呢 它是ESRI 它基于这个Python语言所编写的一个完整的函式库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把我们RGC REST API包在里面 那让我们可以去连到我们的 可以让我们去连到我们的Enterprise 或是Online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ython API呢 来去做平台,云端平台的管理 或者是我们资料的管理 以及GIS的分析或是视觉化等等 好,那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RGC API所提供的module 来让我们处理各种需求 那首先第一个GIS module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用不同方式去登录到我们的地理资源云 并且让我们针对我们的地理资源云做自动化的管理 好,那Geometry呢 它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结合图形的处理 好,那Geocoding呢 就是我们地质定位 好,那Mapping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制图 那Geo Enrichment呢,它就是ESRI在针对各个国家 提供不同的地理资源云上的统计资料 让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资料来做分析 那Future呢,就是针对我们的Future Layer啊 等等的资料来去做处理 那目前呢 这个API是到1.8.3版 那有16个module 总共超过了2300的方法 以及function 这些包含呢,我们机器学机或深度学习 就是RG's Learn的部分 那这边来简单说明一下RG's API for Python 跟我们Arcpy之间的差异哦 那首先呢,RG's API for Python 它主要就是for我们的Portal 我们的地理资源云 像是我们的Online或是我们的Enterprise 那它使用的是Python3.500以上 那它主要呢,就是来做我们G's的分析啊 Portal的管理 然后资料的发布 然后针对大数据资料 或者是AILT等等 那就做处理 但是我们Arcpy呢 它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桌机 也就是ArcMap以及Arcpy来做处理哦 那它是具有丰富的空间处理工具哦 所以比较复杂的空间分析 我们还是会在我们的Pro 然后用我们Arcpy来做处理 最后再发布到我们的Portal 好,那谁适合来使用我们的Arcpy for Python 首先是第一个 我们组织的管理者 当我们组织内的人数越来越多 使用这个平台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一定会需要自动化来管理我们的人员 或是我们人员所产生出来的资料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资料发布者 譬如说有人要借接我们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可能就是要去定期的去更新 那我们不会希望我们每天都要来手动去更新这支服务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自动化的 来去发布或是更新我们的图资哦 好,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资料分析人员 利用我们的API去做资料看砍啊 或是资料分析 空间分析等等 那当然还会有我们的开发人员 我们也可以来使用这个API 来快速达到他们的开发需求 在自动化管理我们的webchips呢 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来批量的 来创建我们使用者或是我们的群组 那我们也可以复制我们Poto上面的所有内容 那假如我们有重新分配使用者的内容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API很容易的来做到 或者是搜索内容 搜寻内容 那我们可以针对组织内或是组织外 来去搜寻图资哦 那我们也可以去创建或是更新我们图资的资讯 或者是根据我们组织中使用者啊 或是我们的图资来产生他的使用报表 好那在自动化管理内容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在什么时间点 来去自动发布我们的图资 那我们也可以去更新我们既有的图层 或是影像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来复制我们的开发环境 或者是去检查我们的服务有没有坏掉 那在第三个重复使用性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Jupyter Notebook 来重复使用别人写好的大数据 基础学习或是深度学习的模型 那我们可以来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料 来重新的去training 那除此之外呢 在Jupyter Notebook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很快速且方便去建立这些图表图形 或者是2D、3D地图的视觉化 那这种在其他的IDE 像是Pytron 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的来做视觉化 那在介绍JS Module的部分呢 它是RGIS API for Python中最少被用到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许多事情 像是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资料 针对我们的item 做更新上传删 删除或是分享给其他人 那在使用者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来增加删减使用者 以及改变他的角色权限 那群组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Manager的这个class 这个类别 那它底下呢有许多方法 可以来让我们去建立啊 读取或是搜寻我们的资料 好那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要怎么去安装我们的环境 那首先呢 我们进到RGIS Pro 那RGIS Pro这边会有个python 那我们点下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管理环境 那在管理环境的部分 它会有一个预设的 只是这个预设的环境 我们并不能针对它去做修改 我们不能安装新的韩式库啊 或是删掉韩式库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 新建一个环境 我们才可以针对新建的那个环境 来去安装我们其他的第三方韩式库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让我们来去 新建一个名称 然后并且会有个路径 那我们就点选 储存 好它底下就会有个蓝色精度条 那它在完成之前 我们并不能去操作其他事情 不然它可能会有 导致这个环境不完整的情况产生 那安装好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视窗下面 那我们只要点选它前面这个点点 就可以启动这个新环境 那假如我们之后呢 我们想装其他第三方的韩式库 我们也可以使用 PIP install或是Canda install 来做安装 来做安装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本机 找到我们Argis的资料夹 那它里面就会有Gypt Notebook的接近 那只要点它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本机端 去创一个Gypt Notebo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创我们第一个Gypt Notebook 首先呢我先开启我们的CMD 那它这边呢前面就会有我们刚刚所创建的一个新的环境 在Pro那边所创建的新的环境 那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个路径给我们 那假如我不想在这个路径怎么办 我想到C槽的使用者 那我可能就CT 并且到C槽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 Gypt Notebook 的指令 然后来开启我们的Gypt Notebook 那这边要稍等它一下 好了以后它就自动在我们页面去新增一个Gypt Notebook 那我们就要点选右上角的新增 然后新增Python3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把 RG's API for Python的Module都有加进来 我们先加入我们要的Module 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来登录到我们的地理支援云 好那我们匿名登录以后呢 我们来建立一张地图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使用 好那Gypt的好处呢 我们就是可以很快速的来做 任何地图上面的视觉化 好这样我们就成功建立一个视觉化的地图出来 好所以各位呢就可以来试着用我们的Gypt来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们要怎么去学习更多的RG's API for Python 好我们可以到这个RG's API for Python的reference 那这边呢它就有所有的16个Module的指南 然后从RG's Module到我们的图资各种资料的处理 入网的分析 甚至到最后RG's Learn 它有提供许多的模型或是资料前处理的方法 都在这边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到RG's API for Python它的官网 它这边都会有许多Sample Code Release Code 或者是它的指南 然后都会有讲解 一步一步来讲解 不同的Module要怎么来做使用 好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如何从我们本极端去发布 CSV档或者是ShareFile档 发布到我们的地理资源上面 来做其他的使用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